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Farola的负责人 我们欢迎谢云丽 欧丽 还有合伙人吕小轩来做创业访谈 哈喽 我们两位都是一个年轻人 那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年轻人在创业 创立自己的这个花艺的品牌之前 我很好奇就是说 两位过去从事一个背景的一个工作是什么 来帮我做个简单介绍 那我们先从欧丽开始 之前来做美法 美法 那所以其实蛮跳碰的喔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沟通点 我们都需要对美的东西是有一个概念化的 对不对 那再来是我想请小轩来分享说 你自己过去的产业是什么 我的过去产业是长照护理师 护理师其实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专门的一个行业 那当初我们来分享个别分享的时候 那个决定自己创业的契机店好了 我们先从欧丽开始 刚开始决定要创业是因为我觉得 坦白讲也是觉得我自己太不受控了 所以我想要自己出来当老板体验一下 自己当老板 体验一下老板被我气死的那种感觉 到底什么是自己的行业自己的公司自己决定喔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可以待会来谈一下 我们自己创业的一个过程喔 那小轩怎么会想要自己创业呢 我想要跳脱我自己的舒适圈 对 因为我想要更多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包括交朋友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直接花艺其实有一点是服务业的性质喔 它必须是以服务客人为主喔 那跟过去的一个产业有很大的一个区隔 所以其实两位都是想给自己挑战的喔 非常有心 那我们来分享说 我们创立自己的品牌 但是最困难的是 我们要怎么让别人知道我们这个品牌 我们初期怎么去做呢 我们刚开始 目前也都还是用出摊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位其实都蛮 就是蛮常被人家说蛮亲切 所以我们倒不如就是用网际网路 不如我们就是自己走出去让人家认识我们 我们个人就是一个形象感是吗 我们不如自己去跟客人互动 比较亲切也比较有温度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各个台中的地区的市集去跑这样 然后如果客人有问的话 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官方的IG跟LINE 然后给他这样 然后如果日后有需求 需要客制或是有订单的话 我们就去请他在我们上面留言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想做这件事情 怎么去服务的一个宗旨 但我好奇就是说 其实花啊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它蛮高贵的喔 那高贵意思是说 它要漂亮它单价就会不费 那在我们从事创业初期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成本的问题喔 那我们一开始怎么样克服这样的困难呢 就是因为花财 它价值其实都真的蛮高的 刚开始 因为净花是我在抓嘛 刚开始我在抓的时候其实也不了解 有交很多学费了喔 对对对这是真的 就是一直耗损一直耗损之后发现 就是每次看到那个花被丢进垃圾桶之后 我就会觉得 很可惜喔 对对对 就觉得天啊就是 内心也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后来我就想 那这些垃圾可以捡回来重新再利用 我就把它拿起来晒看看 然后第一次晒完之后 好像还不错耶 然后我就把那个捡起来之后就把它做成 类似像这样的经历 刚开始还没这么厉害啦 刚开始没这么的完美 然后后来不断的去调整 然后去调配里面的成分啊 然后重新去配置 慢慢的发现说 诶这样可以减少我们很多的耗损 然后也就是也可以避免浪费 因为我觉得花真的就是 你可能就很多人就觉得说 鲜花不喜欢买 因为它会雕 对对对 那我们把它做成永生花 它就有不了解的浪漫 是 但其实因为鲜花是有它的市场 有些人是特别喜欢鲜花的对不对 因为看着它绽放的那个过程 其实心情也会很愉快 但是我们又再从其中怎么样不浪费 又做了它其他的资源利用 那我们等一下来分享我们利用的作品 那我来分享我们来请我们两位来分享说 我们自己在创立佛罗拉这个品牌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给它一个灌注我们自己的理念对不对 我们自己的核心的理念我们来分享一下 针对这个佛罗拉这个名称 你说它两个会互看 佛罗拉的名称是我们当初有听到一个故事 也是身边的朋友 她说佛罗拉是一个希腊的女神 那她是掌管于花朵跟青春永驻的权利 那刚好我们其实我们对于佛罗拉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品牌还没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给她的感觉就是 我们要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把 浪漫、仪式感还有爱 就是用最有温度、最亲切的方式呈现给客人 然后去让客人得到她要的仪式感 然后后来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发现说 这个佛罗拉女神的使命 跟我们想要给客人的使命是就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想说 那就以佛罗拉这个名称来做我们品牌的名称这样 所以其实她就有贯注我们自己对这个品牌 对花衣热爱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浪漫跟仪式感 其实就不外无事真的是我们花衣在它的境界 为什么衍生永生化 就是大家很注重这个仪式感 要有浪漫的元素在里面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今天带来的作品 今天也有利用刚刚说我们在节省花财 有在做晒看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是永生花的部分 那旁边的两朵是索拉花的部分 那她这个的呈现效果就是 她在家里可以当一个小夜灯的效果 然后又有一点仪式感 那这个满天芯的部分就是我们把 我们自己现有麦肾的满天芯去把它做干燥 那她营造出来的感觉就是一个秋天 然后让我觉得说 我可以在小小的视频里面看到 秋天的样子看到我想要呈现的样子 对然后这边 颜色是原本就要做蓝色 蓝色对 那蒲公英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目前摊位上最热卖的一个商品 因为蒲公英给人家的就是希望跟飞翔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蒲公英看到在桌上看的这些东西 会觉得蛮疗愈的 就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 或是当你很无助的时候 你会想像自己能不能像蒲公一样这么的自由翱翔 对 然后棉花的部分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用特殊的药材去做干燥 那目前的话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 可以晒的东西把它晒成干 所以晒干是我们自己去制作的 对对对对去搭配这样 因为譬如说如果 因为自己晒的干燥花会有一个意境 就是凄凉的那种感觉 因为就是它已经干干嘛 就是它势必会氧化 所以会有点咖啡色的颜色 那如果你这个作品是想要呈现秋天就很刚好 嗯 那如果你是想要做这种就是 就是比较白一点或是比较亮一点颜色 你再搭配你的自己晒的干燥花进去 就会冲突 嗯对 所以你就是自己要去选择里面的花材 看你是要呃 经过特殊药材制作的 还是你想要自己呃自己晒的 就是慢慢的去搭配这样去设计 对 对 那再来是我们刚刚其实有听到说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服务 这也是我们的差异花的服务喔 那分享说其实我们有提供顾客 他的自己购买这个 嗯他可能这个作品 那他可能多久一个日期之后 他可能不想不喜欢的 或添加新的元素 我们是不是有另外的操作 有就是呃 因为这种永生花我们会把它做一个 呃不管是用玻璃啊还是皮革 或是这个是我们的皮革滑合 或是亚克力 那我们是因为呃永生花的保存方式呢 只要不要碰到水不要碰到潮湿 他可以放一辈子 哇哦 对但是人的审美观会变 然后他的心情也会不同 对 所以看一个东西看久了可能会腻 然后我们就跟客人说就是 你可以拿原本的东西回来 我们帮你把里面的东西改成你要 重新要的那个样子 那这样子也跟环保就比较大的伤 就不会辣费 真的欸 就是我们没有浪费他又赋予他新的生命 这是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服务 对不对 又帮我们客人着想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些 呃 顾客的例子 就是我们有没有顾客他的需求啊 他定制的一个作品 让我们自己很满意 然后顾客也很满意的部分 然后有有有有有 呃之前有一个 就是他是经过我们摊贩 然后他就是刚好他朋友结婚 有需要客制换我们的商品 对 然后他那时候就想说 他想要在里面放一个 因为他们可能那个女主 就是女主角他喜欢威尼小熊 所以他就说 欸可不可以帮我把威尼小熊搭配进去 所以我就特地去帮他找威尼小熊的公仔 然后把他搭进去这样 然后就制作成一个就是玻璃 他专属的欸 对他专属的 对 就是每个人的idea丢给我 然后就是想尽办法 帮他做成他要的 甚至可能比他预期的还要高的那种名字 那我们就觉得 好就是你的内心就会觉得好像 很有成就感这样 那再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这个品牌一个 未来的一个愿景蓝图 未来的话当然就是希望开一间 专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间花店 那目前 目前有限的人力 有限的资金下 我们只能做白摊 慢慢的去起步 慢慢的去打开我们自己的致命度 那顾客对我们的回馈 对我们的支持 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前期目前我们是在累积我们的客群 然后累积我们的实力 未来我们有希望可以开建 实体的店面 可以服务更多客户 那我们也朝这个目标在努力的前进中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说 我们自己在创业这条路上 我们给一些小小的建议说 自己是靠什么来撑下去的 靠什么来撑下去 对 我个人是觉得说 因为我本身家庭背景没有 没有比较正常也没有比较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已经做这些事情了 那如果还要放弃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很可惜啦 因为毕竟这些事情 其实我自己也蛮热爱的 我觉得就是创造出美好的东西 美好的作品 让人家就是想要购买 你就会觉得 好有成就感 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时候可能 呃 其实 创业不只是专业啦 可能还有内部管理 或是未来的规划 你一定久了 你内心会很累 那怎么撑下去 我也是会跟我自己说 反正你前面你当人家员工 你不用负责任 然后也 呃 你当人家员工不用负责任 可是你现在自己出来创业 你要必须完全为你自己负责任 那如果这个东西失败了 就代表说你 就是你本身就是 就失败了这样 对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那小鑫呢 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充业这条路上 嗯 我觉得 我喜欢交朋友 所以我会觉得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契机会让我想 觉得我很快乐 我活在这个 就是我觉得 这个当下是我很享受的 不是像以前的工作是 面对的都是老人家 面对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看到的是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事物 连 嗯 老少年幼都有 小朋友 老人家 或是甚至跟我们同年纪的人 都有 那每个人看到我们都会觉得 欸你很亲切 你很 跟你很好聊天 是 这就会觉得 这就是我的动力 我会觉得 因为人家喜欢我 嗯 喜欢跟我聊天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欸你的个性真的很适合做 这样子的工作 是 就不会被局限在一个 那个空间里面 因为那个空间 我没办法去 发挥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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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力吗 对 正面的 我觉得是正面的这个能量 是互传的啦 就是 我们接触到这些都是接触到 快乐跟喜悦的氛围 这也是让我们自己在选择这份事业上面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想要散发这样幸福浪漫的氛围 那也可以感受到客人最直接的一个喜悦的一个回馈 那这 这会是让我们支撑下去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那今天很谢谢我们两位带来的创业故事哦 鼓励两位的品牌可以越来越多大 谢谢 谢谢